天父给我说了空话,而不讲你的法律,我却在灭亡面前为你作证,毫无畏惧。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大家早安,神父早安。 我们今天纪念一位圈道圣人,圣游定,或是酒的翻译是游斯定。 游斯定,他从小的,应该是年轻的时候,他就去学奇纳哲学。 在学奇纳哲学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就告诉他说,要介绍有关耶稣基督的圣教会。 他一听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教会,他慢慢地去学习,以后他就灵洗了,灵洗最后他就成为神父。 他当神父,他就觉得说,作为一个学者,基督徒的学者,应该利用他的执事,帮助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他就开始利用他的执事,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也有一些的异端。 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来辩护我们的教会的教义。 最后他就被抓了,因为那时候是基督徒是被看成是一个邪教。 他被劝说要放弃他的信仰,但是他坚持,到最后他牺牲他的性命,为了福音做见证。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准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严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摧连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基督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上主求你摧连。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借世人视为欲从的十字架,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卓越之事,奇妙地受给了殉道圣人有诗定。 求你赢他的转求,使我们能拼弃或人的邪说,尝忠于我们的信仰。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一起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格林多人前书。 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妄的。 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大能。 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除聪明人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智慧人在哪里,智慧人在哪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 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 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天主。 天主就以自己的智慧,决意借着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 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机,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 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这在犹太人来看,固然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来是愚妄,但对那些蒙照的,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能力。 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笨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我要时时赞美上主,我的口不断赞颂上主,我的心灵因上主而自豪,谦卑的人听了也必欢悦。 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请你们同我一起赞扬上主,让我们齐声颂扬他的名号。 我寻求了上主,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上主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你们仰瞻他,就会喜形于色。 绝不致满面羞惨,困苦的人亦呼求,上主立刻浮云,拯救他脱离一切艰辛。 上主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在那敬略上主,在那敬略上主的人四周,由上主的天使扎迎护手,请你们体验并观看,上主是何等的美善,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叫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要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叫我脱离了一切恐惧。 上主要脱离了一切恐惧。 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祝祢们同在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是地上的人 人若失了位 只能使他在前呢 他就毫无用途 只好跑在外边 任人捡他了 你们是世界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上灯 不会放在 到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好照耀武中所有的人 同样你们的光 即使天地都过去 法律的一片一化 也绝不会过去 全部都要成就 所以 谁若废除 救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天国里 要成为最小的 但是谁若均守了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天国里 要成为伟大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 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都平安 记得小的时候 在印尼上主日学 上主日学 主日学老师就 那天带领我们 认识圣人 认识殇道圣人 那他们也 也讲了一些的故事 圣人的故事 哪一个圣人是被杀的 被砍头的 哪一个圣人是被火烧的 那我听了 这些圣人 他们所做的 我的心中 感觉是很奇怪 小小的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人 这么轻易的 让他们自己的生命 就是这样的结束呢 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这么轻易的 让别人 给他们杀掉呢 把他们杀掉呢 那为什么他们 就是这么容易的接受 说他们的身体 要用火 炒掉呢 以后呢 我就跟老师讲 老师 我想 如果是我 我应该在他们面前 他们要我 拒绝我的信仰的时候 我说好 我不会再相信了 他们离开的时候 我要继续 相信耶稣基督 我想这个也应该很好 第一 我保命 我保住我的生命 第二 我还可以继续相信天主 相信耶稣基督 那如果我这样做的 应该是OK的 但是老师就说了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就是我们被判的天主 就是在别人面前 他们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勇敢的要站起来 要告诉他们 这个是我的信仰 我一定会坚持 我不会这么容易的放弃 就是圣人们 他们所做的 就是对的 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还是很奇怪 老师这样子讲 我还是没办法接受 但是慢慢慢慢的 就知道了 为了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应该坚持到底 在今天的福音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有使命 他用的比喻 是我们是地上的圆 我们地上的圆 圆如果使了味 它怎样的会变险呢 它就没有用了 它不再是圆 如果没有险 它不再是圆 我们也是地上的世界的光 我们世界的光 那如果我们是光 我们就是让别人 可以看到我们的光 那我们成为光 我们让别人也可以 在光的照耀下过生活 以后呢 也是一个建筑 建在山上的 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 无法去隐藏 那耶稣所讲的这些的比喻 就是说 你们有一个使命 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让耶稣基督的福音 被别人通过我们的生命 看到 通过我们的生活 他们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可以看到真理 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今天我们说 今天的圣人 圣友定 或是圣友斯定 他是叙利亚人 但是 他被抓了之后 就送到罗马 在罗马 监督面前 他就要 做见证 当监督 问他说 你读了什么书 他说 我什么书 我读了 我看了很多 我研究了很多 到最后 我就研究了 有关耶稣基督 我就相信了耶稣 我就接受了 这个的真理 以后 中都还问 那么你这样的 你是基督徒呢 他说 对 我是基督徒 他没有否认 我是基督徒 以后 他就说 那 如果你想要 继续生活下去 你向这些的神明 去献祭吧 有斯定 他就说 我不会去 给 邪神 献祭 我不会去 向 邪神 献祭 以后 这些 监督 这个监督 还在问 那你知道 如果你拒绝 我有权 可以把你 杀掉 结束你的生命 在场的 不只是有斯定 也有很多 很多的基督徒 也是在场 有斯定 跟在场的基督徒 同声 同声说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被你杀掉 但是我们不会 不会放弃 我们的亲娘 他们 真的是世界的光 透过他们的生命 把耶稣基督的光 要放射出去 他们是地上的盐 让别人 可以 可以 尝到 耶稣基督 爱 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他们 把他们的 使命 真的是放在 他们的 生活上 圣有斯定 跟在场 那时候 的 寻到者 也可以成为 我们的榜样 我们在 跟随 耶稣基督 我们遇到 有很多 很多的困难 可能有一些 比如我们要 放弃 我们的信仰 不一定 有人来告诉我们 你要放弃 你的信仰 可能是我们 我们生活在 这个的 一个 结构 的力量 逼迫着我们 要 放弃 我们的信仰 或是 跟随 他们所 引导的 原理 我们的信仰 的教导 我们也 应该 站起来 为我们的信仰 做 简单 保护 我们的 信仰的 真理 现在让我们把 今天的祈祷的 一项 奉献 你 天主 天主 我们把 今天的全部 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 指导 我们的思想 和言行 使一切 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 传播 天主 愿你 以圣从 充满 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 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 执意 为 卷神 承命 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 把 个人 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 把世界 各地 所举行的 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 你的生命 并 为 拯救世人 我们要 效法 圣母 玛利亚 其诸圣人 圣女的 榜样 终身 赐过你 天主 请以你的 宠爱 沐浴 我们的 身心 也求你 奉献于 我们的 父母 家人 亲友 奉献于 教会 首长 国家 领袖 其各级 政府 关于人 使他们 依照 你的 旨意 为众人 服务 全能 永生的 天主 求你 配赐 我们 圣神的 恩 从 求你把 分之欺恩的 安慰者 圣神 清处于我们 其一切 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 敬畏及 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聪明 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超见 及 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 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 祈祷 天主 求你 使一切 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 健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 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你 使一切 基督徒 走向 同一步伐 并使 尚未 蒙受 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 你的 真理 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 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 你手中 并奉主 耶稣基督的 名 为他们 祈祷 我们的 天父 愿你的 名授 显扬 愿你的 国来临 愿你的 旨意 奉行 在人间 如同 在天上 求你 今天 赏给我们 日用的 食粮 求你 宽恕 我们的 罪过 如同 我们 宽恕 别人 一样 不要 让我们 先以 诱惑 但就 我们 免于 凶恶 阿们 愿主 与你们 同在 愿 你的 心灵 同在 愿全能的 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 降福 你们 阿们 我们 今天 早上 的 圣道礼仪 必成 你们 去传报 福音 吧 感谢 天 与 主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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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